例子來講好了 因為像前三個月而已 三個月一兩個月前 那個關係不是大洪水 就是沒有沒有颱風 我就只是純粹類似梅雨跟封面 結果發現發生大水災 那那個時候呢 就常常就會收到LINE 不管是以前的客人也好 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就會說小楊小楊那邊沒問題嗎 可是呢 我抬頭一看 我人明明就在東京啊 我想說日本還好嗎 新聞都把它包得很像什麼 日本都快淹沒了一樣 但其實都只有一個小小的區塊 那所以像 包括我們昨天的地圖也是一樣的 原本呢 19號20號颱風 他們預計是要從九州這邊這樣 太平洋這樣沿沿沿沿上來嘛 那一個呢 從下面繞過去了 一個從下面繞過去 直接往韓國衝過去 那一個呢 真的躲不開了 可是他就往北邊修 世國在這裡 所以他就從來世國在這裡 那我們想想看 光是一個颱風 台灣都不一定會被籠罩了嘛 有時候是從北邊擦邊而過 有時候從南邊擦邊而過 那所以更何況是 九州也跟台灣一樣大 所以有可能 北部在颱風 南部其實怎麼樣 陽光晴朗的好天氣的情況都有 所以呢 颱風沒有辦法這樣 真的這麼大一個籠罩 然後全日本 那就真的世界要毀滅了 所以那個颱風呢 就是 再怎麼大的颱風 基本上就是跟台灣一樣 對